上午九點一到北市疫苗接種預約系統 十二歲以上莫德納次世代疫苗 診所預約大多而滿 有些所剩名額不多 SIP討論之後建議 十一月一號開始 加開十二到十七歲青少年 接種莫德納BA.1次世代疫苗 至於莫德納BA.5次世代疫苗 到貨之後可以提供給十二歲以上民眾接種 根據食藥署的資料 截至十月二十四號 十二歲到十七歲青少年 追加劑接種率是百分之六十三點九 也會接種到很多家人 朋友的家長鄰居 十二到十七歲 如果他們接種率很高 在校園裡面相對上是比較安全一點 那麼至少要到七八成 莫德納BA.1疫苗 可以誘發比原始出 較優的綜合抗體反應 保護力大約百分之八十 莫德納的BA.4、BA.5雙架疫苗 因為製程跟BA.1相同 預期也能夠誘發較優的 對抗Omicron綜合抗體反應 會比BA.1多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 除此之外 專家會議也針對兒童追加劑討論 結論是五到十一歲兒童追加劑 接種間隔 從五個月調整為三個月 可以接種BNT單價疫苗 中仁祥表示 食藥署規劃近日會審核 通過的話 應該會比莫德納雙架疫苗快 至於兒童第二次追加劑 現在規劃六到十一歲 已經打BNT單價疫苗的人 可以再打莫德納次世代雙架疫苗 應該要儘快施打 而且不管是第一次追加劑 或者是第二次追加劑 都建議使用次世代的新冠肺炎疫苗 專家會議達成共識 現在兒童追加劑就等食藥署通過 希望趕在冬天多種病毒肆虐之前 孩童擁有基本保護力 記者王志文 王一仲台北報導 我是陳俊根 從踩在風災的攤方斷橋 到衛星雲圖背後的天氣預報 棚內棚外的採訪播報經驗 持續衝擊火花督促往報導真相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